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摩根40 这把键盘所有的配件以及本体 我们首先来看PCB 这是一个标准Planck配列的40键盘的PCB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默认是支持单2U控格的配列 那背面呢全部都是凯华的热插拔座 包裹四个电池的卡座 这四颗电池呢就是我们正常的 用的那个家用的牛扣电池 和我们汽车遥控器的电池基本上是通用的 大家可以轻易的在淘宝就可以买得到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 这里会有两个开关 可能放到背面大家会看得清楚一点 这两个开关呢 左边这个开关是控制电源的开关 右边的是控制电池组 启动时候的左右两边你可以进行切换 然后这个开关默认是不会给你装上去的 也是热插拔结构 我们附赠的这个工具包里面 会包含两个热插拔的开关 以及三个凯华热插拔的组件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因为考虑到开关一旦装上的话 整个PCB就会凸起 就会凸起一点点 我们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板子的损坏 以及断裂 再三考虑之后 给它做成热插拔的结构 玩家到手之后呢 可以拿着这个小的配件包 然后先把热插拔的开关拿出来 插上去 这背面呢 是有卡黄结构给它固定住的 我们先说左边这个开关 左边这个开关单单只控制它的电源键 也就是说电源拨到左边 它就是关闭的状态 拨到右边是打开的状态 右边这个开关 是控制电池的开关组 比如说我现在 只想用左边的这两组电池 那我开关可以拨到左边 如果想用右边的电池 开关可以拨到右边 也就是说你切换电池的阻位 旁边的那一组电池 它是不供电的 我们做过测试 一节2032电池 可以待期使用2-3个月 那么四节的话 基本上这张板子 你只要组好它 一年之内是不用装任何电池的 也不用去更换它 背面的这个位置 是摩根40PCB的那个天线 天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正中间 键盘顶部的正中间 所以我们壳子 也做了相应的优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标准的 摩根40扬极板银色 它的顶部 我们留有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的作用呢 是让它和我们的亚克力配件 进行一个组合 组合的方式是它是以 毛损结构来固定它 我可以装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固定上了 没有螺丝位 看不到螺丝孔的 然后下壳结合过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就相当于给它卡死了 也不会掉 然后从正面看 它是完全的是半透明的一个状态 没有一点点螺丝孔位 看起来还是很和谐的 那么既然信号条在顶部 那我们 USB接收器 最好也是放在桌面 键盘的前面的位置 因为目前据我所知 大部分的客制化玩家 包括一些电脑外设的发烧友 都会在桌面集成一个USB的Hub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本上 可以说90%的玩家 都会把USB接收器插在桌面上 我们经过测试 就是说放在桌面上 只要 Hub是在键盘的正前方 那么你键盘 往后挪3到5米之内 在这个范围之内 接收信号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说 优廉的启动速度会比蓝牙快 有朋友应该会发现就是说 在使用蓝牙键盘的过程当中 可能电脑休眠 包括重新启动 会发现蓝牙 连接异常 包括连接时间比较慢 但是用脸的话 它就避免了这样一个情况 基本上是及时的 按下键位一马就会启动 再给大家看一下背面的这个结构 这是背面的一个底壳 底壳这里呢有一个正方形的凹槽 这是放配重用的 配重分为两个结构 第一个是亚克力的组件 第二个是配重块 组合的方式呢也很简单 我们先把亚克力的组件和配重块 合二为一 把它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之后呢 它两个是以 毛损结构方式来固定的 固定好之后 然后再放在背后这个位置 我们内部会有螺丝的孔位 然后把它吃住 这样的话整个底壳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整体看起来非常坚硬剔透 也很简洁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小东西呢 就是它的U2U Pro 那接收器呢同样 是插在它的屁股后面 背面这个位置 那这个接收器呢 它默认是有一个U盘的功能 可以插在你的USB Hub上 然后进入网站 刷接的网站 ydkb.io这个网站 然后进行一个刷配列的一个过程 它默认刷完的配列 它会保存在这个U盘里面 那怎样启动它的U盘功能呢 它的正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缝隙 你拿一个很小的磁铁 靠近这个正面的大概大致在这个区 只要靠近它 它就会默认启动这个U2U Pro的U盘功能 同时这个长方形的小细缝 里面的RGB灯会亮起 提示你它在进入它的工作状态 然后当你刷完配列之后呢 电脑端点击退出U盘 同时灯光会熄灭 那也就是说提示你整个刷机过程 完成 同样的 再重新插拔一次 就可以 利用它这里面已经刷好的配列 去使用你的这个键盘 接收器 接收器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默认要单独拔出来 和它的那个 主机包括键盘进行一个配对 但只需要配对一次就可以了 好今天内容大概就到这里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白色的成品 这是一把已经组好的白色高配的一个成品 大家可以看到外壳整体的一体度非常之高 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任何有螺丝孔位的痕迹 然后这是它的 侧面的 渐变色亚克力信号条 包括背后的配重 以及彩色的亚克力渐变色信号 渐变色的那个 组合 好今天的内容大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